从小我不想当护士 为什么现在这一切 又好像离我远去 小姐 你体温过高 谢谢不好意思 我先把你带进去 等一下 叔叔 看到底怎么了 看到底怎么了 叔叔 你进啊 叔叔 2003年 就在我以为 我的梦想要起飞的时候 台湾爆发了SARS事件 而我的人生 也有了意想不大的重大转变 不要怕我们在外面 化疗 的确会引起 附魔炎的危险 我们已经紧急动手术了 怎么会 怎么会引起附魔炎呢 怎么会有生命危险呢 你们到底怎么检查的吗 你只跟笔 你可以跟我说 用写的把它写下来 这是我妹刚才写的字条 你去看一下她吧 早点晚上 怡君又紧急开了一次刀 一人一度 还发出了病危通知 不过还好 现在都稳定了 我呢 也准备了一些卡片 大家在上面留言 鼓励一下怡君 好不好 我差点失去这个女儿 我决定不让她当护士 你想想这孩子也挺可怜的 就因为她身体不好 什么都不能做 你就让她去吧 妈 我跟你保证 我一定不会让工作累化 我自己的身体 好了 好了 我叫钱怡君 以后请大家多指教 躺在病床上的病人 每天面对病痛的时候 总是觉得度日如年 就因为如此 在病床旁的我们 面对病人的病痛 总得分秒必争 与时间赛跑 阿长 对不起 我迟到 好 我们准备 好 李军 你怎么了 我发现